我宣布憨憨蛋违反弹宰岛禁令 被永久驱逐出弹宰岛 执行 走你 以后弹宰岛再也没有见弹了 队长 那个卡罗还没抓到呢 嗯 走吧 先告诉蛋老大 身边问一问有没有卡罗的线索 保安蛋 你们来了 那群憨憨蛋处理的怎么样了 放心吧 蛋老大 他们已经被我们丢出弹宰岛了 那太好了 来来来 我请你们吃烧烤 可香了 嘿嘿 对了 蛋老大 卡罗我们还没有抓到 你们最近有没有听说他的消息啊 呃 那小子没见过呀 估计是害怕躲起来了吧 蛋老大 你们最近还是要小心一点 那家伙可狡猾得很 哼 我才不把他放在眼里呢 不过我听说最近蛋蛋倒来了一个财阀蛋 好像还是蛋蛋倒的首富呢 这个我们也听说了 首富早饭已经准备好了 您看现在要不要用餐 不用了 我还有个项目要谈 把我的劳斯莱斯准备好 是 首富 卡罗我呀 被一群保安蛋追了三天 三天一口饭都没吃 饿死我了 等我吃饱了饭 一定好好收拾那群蛋饭子保安蛋 这家人挺有钱啊 我进去找点吃的去 哎呀妈呀 真香 真好吃 首富 您的劳斯莱斯已备好 可以出发了 走了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家里的事你负责安排就行 是 首富 首富慢走 兄弟们 都回去好好站岗 我丢 有人来得快溜 你是什么蛋 该擅闯待首富的家 把他给我抓起来 说 你到底是什么蛋 来这里有什么目的 不说清楚 蛋黄给你逗出来 大哥别生气我说 我就是要了进来拿了点东西吃 我啥也没干 不说实话 是吧 再给你一次机会 说是谁派你来的 你还有没有同货 哦 这可是你问的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保镖大哥我说我说 我都说都是那蛋贩子逼我的啊 他们天天在蛋仔岛抓蛋 坏事做技 最近听说蛋首富来 就让我来探探路 他们要把蛋首富家的瓶盖偷完 还要把蛋首富赶出蛋仔岛啊 太残忍了 可恶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都是真的啊 大哥 那你为什么不去找保安蛋帮忙 大哥保安蛋跟蛋贩子是一伙的啊 他们狼狈为奸 天天勾搭在一起 什么 看来我要好好整治一下 蛋仔岛了 来几个兄弟跟我走 你带我去找蛋贩子 大哥 你打不过他们 还是别去了吧 少废话 快带我去 保镖大哥 这里就是蛋贩子大板银 要不我们还是走吧 我害怕 有我在你怕什么 蛋贩子都给我出来 让我看看你们有多嚣张 操作什么操操啊 游和 这不卡罗吗 我们正愁找不到你呢 你还敢送上门来 老六你别嚣张 我身后可是有保镖 叫蛋老大出来给我们赔罪 你做梦呢 卡罗 你小子在哪找了几个愣头青 就敢上门挑战我们蛋贩子 可恶 敢对我们保镖大哥不敬 给我过来 欠 五字亮丽 就这啊 你小子也就会这点三脚猫的功夫 给我过来 哎呦我去 不是我说你有什么实力啊 直接给我坐下 我丢保镖大哥厉害啊 哼 给我闯进去 让我看看还有谁 精彩精彩 真是太精彩了 连老六都不是你的对手 你是谁的部下 这么厉害 少废话 蛋贩子 你敢惹我们蛋首富 我肯定不会放过你们 不是你小子疯了 谁惹你们了 是不是你旁边那小子跟你说什么了 我劝你离他远点 他可不是什么好蛋 哼 我呸 你们勾结保安蛋 无作非为 今天我就要为蛋出汗 你小的保安蛋都敢动 兄弟们 给我上啊 你们这群蛋之太狂了 我去谁的变银书 把我变成坤坤了 奶奶弟 你们给我等着 哥哥 以为你找事 请 坤哥 干掉他们 干嘛 还嚣张不嚣张了 保镖蛋 这里竟然有我家哥哥 我认输了 哼 我也不为难你们了 你们走吧 以后别再来我这里了 兄弟们 我们撤 但老大 为什么不抓住卡罗呀 多好的机会呀 大主他也没什么用 他肯定忽悠保镖蛋一伙了 得想办法让保镖蛋看到卡罗的真面目才行 先进屋吧 保镖大哥我都说了 不让你来 但贩子非常难产 哼 这次我大意了 回去告诉蛋首富 有他们好果子吃 好可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